有位的貴賓女 大家午安 午安 高興來主持這個 今天也叫做的 西后面前 以都市永續發展的 為主這個獎 其實西后面前 帶給大家的衝突大眾看得到 就是我想都市最脆弱的 為什麼 因為都市一切的設施都是人為 那人為當然很難跟自然調整 就像這次那個蘇敵二臺歐 他看台北寶的做好顆蘇 全部都處理不完 因為蘇凍下去一定被人為的那個 那個所約束力 蘇 穴 都很淺 那麼進台北市的這個風 台北河地 它會打轉 這一轉的話 東吹吹 西吹吹 就一直打掉 我們學校也找了一個大榮書 特別是一堂 搞掉以後 董事長說大概很難吧 因為那個數據很小 乾脆啊 是直接砍 分解掉 也沒有愛助團體來 我們就要砍一堂 所以這種書是真的很脆弱 人家在這種西后面前之下 他們都是能夠 不要說 永續上很辛苦 只要活得兩個條件 一個安全對不對 一個舒適 就這樣很難 真的是很難 我們在都市生活都有這個感覺 更不要說其他的那個 是不是氣溫很舒服啊 等等等等 所以今天這個講的也真的很有名 那 我想 林老師從英國回來的時候 一直在 地理界啊 地球科學界啊 做很多的事 包括 那個地情學的研究啊 或者地情保育 接了很多工作啊 真的是 就是 反正是我們 他每天晚上 很晚才回家 我知道啊 撐得住 真的 請他鼓勵 他說 他說 既好是你也接了很多 他說 我接的一位都是 教育部直接要掉下來 叫我接的 沒辦法 因為我們 我們示範月校嘛 那 我昨天看完他這個VVD 裡面有一點高興的是 就是他把台北市立大學列為這個 氣候變遷相關資料庫 實際上 很多氣候變遷研習啊 或者是指北約啊 或者是 承認教育的研習 有關 都是我們在 在這邊 所以 我想 氣候變遷教育 氣候變遷怎樣解決的問題 我們有共同的責任 那等一下林老師會先從 台灣的自然環境 那 那 就買一些脆弱的線 包括 這個 地址 包括地形 包括氣候 然後再用 VVV的角度 那很多照片是很棒的 跟機構人一樣 從空中的角度 來看 土地境外變遷 都市的變化 台灣的變化 在引出很多層次裡面 這幾年 在變遷下 各種非常 通道發展的問題 就是在提出一些 結論 我想 這個演講非常簡單 我們現在 歡迎林玲璇教授 林玲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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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我在準備這個材料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 為什麼主辦三位 要講這個題目 我其實不太熟 所以等一下如果 輪次演出 都會多放 不過 這個題目 其實有一定的意義 可能 各位知道我是 地底系的老師 可是我這地方 反而選擇 台大全球進行中心 有一個主要原因是 我們院長找我去接這個中心的主任 我也不知道 我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找我接這個 他說我們現在 經過22年的設立 這個中心成立23年 他覺得應該到了一個 要跨領域整合的時代 所以他覺得這個人 可能可以幫一些忙 所以就把我找去 找去以後 我們校長找我 說 你要把這個中心 重新reactive起來 讓它再活起來 我覺得這個壓力更大 所以 今天 我就嘗試著把一些 我們最近遇到的一些問題 跟各位分享 所以 給各位多多執政 但是在我講 這個還有籌備這些課程 跟一年多來的一個 很大的新的 就是 希望健全 絕對不會是一個人 或一個性的事情 它也是跨領域的事情 然後在台灣 如何 在全世界裡面 扮演一定的角色 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 還有 氣候變遷 對我們台灣 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可能是更值得我們關切 所以這個是 我想在這邊 先做一個提議 那 在這個 背後 是我們台灣 受到很多的 避震 颱風的災害 這張照片 從 國會的海科中心 告訴我們 台灣其實 它的 海岸環境 是非常特別的 但是 同時 地形的環境 也非常特別 各位可以看到 東邊 其實都是非常深的海 深到 六千公尺的深度 左邊 最深的地方 還不到一百公尺 一直跌到歐亞大陸 所以 在 早上我在上課的時候 還跟同學說 整個歐亞大陸 海外 最東邊 如台灣 它是一個 陰狀帶 最西邊 就像在 冰島 它是一個 張裂帶 所以它 產生出來的地圖 完全不一樣 其實我是鼓勵我們同學 想辦法到 冰島去 撞遊一下 那 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會大概可以理解到 我們台灣 在 這裡 是一個 很特別的角色 在地圖環境上面 那 在 整個 氣候面前的角度來看 這樣的一個島 受到 颱風 豪雨的影響 所以它有 特別的 這樣的一個 做到地圖 我常常問我們同學 這些地方 到底哪些 是受到地圖擠壓的痕跡 當然他們 開始的時候 不是很容易的理解 老師在錄起它 可是當他們看到 這裡有一個 直的地圖 在這樣的 台灣的 中央山脈尾巴 這個 其實 在這裡都告訴了 我們台灣 其實有很多的 構造運動 形成的 背景 同時也因為 大家都知道 颱風的影響 整個 雖然快速的 隆起動 也快速的 侵蝕 從某個角度來講 從構造地形的角度看 它是屬於一個 動態平衡的角度 我們看到台灣 不斷隆起 不斷被侵蝕 它呈現一個平衡的角度 但是 我們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面對颱風 面對地震 我們如何去瞭解 它對我們的影響 然後 主要的災害 造成我們今天 背後的問題 我們如何去減災 如何去讓氣候 增少 它對我們的影響 在去年 日本 有一個很大的災害 在提洛西馬 一個地方 造成很大的災害 我後來跑去看了一下 我發現 他們跟我們台灣很像 因為 地小人寵 就在河口的沖積山上面 蓋滿了房子 所以 這個 颱風來的時候 就不免受到很大的衝擊 所以 類似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 我們看到地震 其實對我們的台灣 已經有很大的衝擊 從1995年神戶地震 讓我們台灣看到了一個 地震的威力 尤其在近代的人來講 神戶地震對我們台灣 可能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然後在四年之後的積極地震 實際上 從之後 或之前的1996年的 特勃颱風開始 台灣幾乎每一年都受到很大的災害 那這個災害裡面 地震是一個 我們看到的 一個 像這樣的一個地震 在那個 山跟 平原的交界上 形成很大的一個地震 但是 我們也了解到 如何去面對這些災害 像日本的國土地裡面 他們做了很多的監測 美國的區埋 在這個聯邦救災農層 台灣的 國家的黃救災中心 慢慢地去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看到一個特色 就是 這個頻率跟規模 越來越大 然後 尤其在台灣是 極端的事件 其實在這造成了我們 必須面對這些課題 很大的一個課題 尤其是像 今年八月以來 兩次颱風 對整個台北市來講 是有一些威脅 就是 會不會分到黃色的水 那這些其實 在我們看來 跟極端氣候 都有很大的關聯 而人類活動 在這裡面 又可能會 辦有什麼樣的角色 我想今天 我們出到一個課題 就是 如果以全球的指數來看 台灣無疑地是在 所有的 太平氣候的中心 風暴中心 的中心 這個是 南北太平洋 南北兩個半球的 這個颱風的路徑 我們發現到 台灣在這裡 幾乎是中心的中心 這些軌道 都記錄了我們台灣 必須面對這個事實 實際上 對台灣來講 各位也可以理解到 像這個 台灣在這麼多的颱風的路徑 進行之中 其實有不了的 會受到很多的災害 過去很多的統計數字 也告訴我們 地表持續在升溫 然後全世界的溫度在升高 我們的理解是 台灣氣溫上升100年來 0.8度 在這個地方 海裡面上升的 差不多 差不多 0.23公分 實際上 但是 西部進行下限 也比這個上升的數字 增加更多 那同時 我們也慢慢發現 極端氣候 對我們台灣 其實 是影響非常的大 海鴨的這個角色 慢慢的扮演一定的特定 就是 氣候變遷 我們上次 去了解它 更多的時候 會發現到 雖然 海水面 變遷 都不像我們想像多麼大 但是 氣候的影響 實際上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 在整個山脈來講 降雨集中的地方 就是災害集中的激發 比方說這個圖 是莫拉克颱風 黑點 是崩塌地崩塌 這個裡面 又發現到 中南部下的雨 高達接近3000公里 2965公里 四天 在這個狀況之下 非常多的 崩塌地 就在這個地方發生 當然 帶來大量的雨殺 我記得 這個臺風之後 台灣有許多的災害 其中一個就是 很多的漂流木 順著太平洋 沿著這個 潮流到日本 之後 我們可以在日本 看到很多的漂流木 實際上 在那個過程裡面 可能我們不會已經過去 不會太 去感覺到它的問題在哪裡 實際上是這樣子的 因為 不克勃颱風 同樣的一個測證 阿里山測證 在 阿里山那邊 下了1748.5公里 24小時 然後其中有9個小時 超過50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數字來驗證 我們發現到 在我們南部地區 有超過 延續24個小時 超過50公里的降雨量 那小年春是在 大概下了2000公里的雨的時候 它造成了一個很大的災害 這個是一個 比較大的 比較我們會覺得 壓力很大的地方 就是 極端氣候 如何造成災害 實際上很多的研究 讓你們知道 這些地方 在這塊土地上面 有非常多的 這個 土沙是隨時要準備往下移動 以這個來講的話 小林村就是在 這張圖的這個下面 同一個地方 台風之後 本來這個地方是寬度 26公尺 那現在的寬度是156公尺 在這個地方 大概多了6倍的寬度 各位可以看一下 原來 原來是這個樣子 所以原住民朋友告訴我 他們有沒有想到 他們家原來是 這個 我家前面有小河 結果現在任人 我家旁邊有大沙的感覺 然後慢慢的 這些地方 都形成了 我們必須面對 土沙災害的一個區域 所以 回到我們今天的課題 我們可以看出來 我們有很多的壓力 是在於這些土沙 畢竟對下游造成什麼樣的敵 風光下游的都市 城市 或者是聚落 比方說 以這張圖來看 這個是 在颱風之前的 泰瑪里西 泰瑪里西 原來這個地方 就有很多的淤積 表示這個地方 原來就有很多的崩塌地 這個是 我們看到的 還是原來是 我們需要在這個地方 設合很厚多的土地場 早晚去看 我們說這個地方 其實是很危險的 一個預計的地方 因為 看來地勢弱平坎 排風過後 造成了一個非常大的 淹塞湖在這個地方 那很有名的 四節面牛肉 這邊的墊 也是在這邊 跟著不見 其實這個地方的 東塌地 從 這個 淹塞湖 到東塌地的頂 我量過 1650公尺的落差 我跟學生說 你單單用徒手 爬上去 只要爬五個小時 才能辦法爬到上面去 表示這個地方 在面對的這些 極端氣候 我們是有很多的 壓力在這裡面 尤其是 曝光 這些地方適不適合 進一步的開花 這個是我們 有看到的 實際上 之後 剛剛那張是 8月13號的 衛星影響 我們知道 8月8號來的開花 之後 等到雲稍微 散掉以後 我們發現 其實它基地 導致死的土地 是已經變成了 裸露地 所以 原來的很多的 國主保安裡 其實有很多的 樹幹 是被漂到 下游去 甚至剛剛提到的 日本 我們在 日本的烏九島 看到的 樹徑有超過 一公尺的 台灣的漂流木 躺在他們的 超廠 海間的 學校超廠上面 所以 我覺得 非常可惜 跟日本的朋友說 這是台灣人送的 禮物 同樣的 這個是 一個 我們面對 這樣的一個 環境 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 包括它的 交通系統 幾乎 斷掉 如果 很好奇的 知道 之前的樣子是什麼 它大概是 這樣的 同樣的地方 原來 這些 風機平原 都是 潛在的危險區 所以 我們也不難 理解 不難理解到 在面對 氣候變遷 氣候這樣的 壓力的時候 做有效的 國土 規劃 跟監測 是必要的 因為這些地方 如果 我們看到 好山好水 就想辦法 在這地方 開發工景區 開發工業區 很可能 受到的損傷 就會像 原來這個樣子 所以 這樣的一個 特徵 在在都告訴我們 我們 在看待 國土問題的時候 對土地的 了解 實際是要 非常的 慎重 像這個也是一樣 原來 它的 之前的 這個災潛 是這樣的一個 交通系統 跟 核道 甚至都已經被 提防 所 圈置 但是 一個颱風之後 很多的 低頻 低癌 的地方 就慢慢的 變成這樣的一個 狀況 同樣的 各位在 齊柏林的 看見台灣 影片裡面 看到了 柱山的一個場景 這個是 很多人 喜歡來這地方 看日出的地方 根據我的經驗 這樣的一塊 三波利整治 至少要有 三千萬 但是 颱風之後 它是變成在 同一個地方 那 各位可以看到 這位 往這邊 下到下游去 因為藍區的上游 大概就是 類似這樣的一個情景 比如說 我們有多少的機會 來面對 這個 氣候災害 對我們的威力 所以 勢必的 我們必須要 非常有策略 非常了解 我們的問題在哪裡 還有可能 去讓國家 政治求愛 甚至 這個永續發展 那 同樣的 我們看到的一個 特定 就是 布設水庫 很多人喜歡到 萬大 喜歡到 這個 清淨農場去 度假 但是 在颱風前 它是這樣 很漂亮的一個水庫 颱風過後 它大概六分之一的面積 就已經全部 墨底 那 根據我的估算 大概在 11次的 類似這樣的一個 颱風量 帶來的泥沙 這整個水庫 就會全部是 黃色的部分 你看不到藍色的 也就是說 在各位有生之年 非常容易 看到 我們的 布設水庫 失去它的功能 的時候 所以這個 是不是值得我們去 理解或去 行替的 尤其是我們的 選擇人的使用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 同樣的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 三坡地的整治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看來有很多的 黃沙霸 坐著花園 很多錢坐 但是這邊有個小學 實際上這個小學 曾經被這個 五十六所淹沒 整個荒糖 這些石墨都被摸 蠻住 花了很多錢 整理完 原子重建這個校舍 然後等到颱風來 這個學校 看來 這是颱風的地方都不見了 颱風之後 就變成了 學校連操場都不見 那如果 你還要在原子重建的話 你大概有再多的錢 都會泡灘 像這個樣子 各位知道 現在的學校位置在哪裡嗎 新蓋的學校 跟各位報告 就在那裡 所以已經很新蓋好了 各位可以去看看 在我們的陳友藍區上遊 那其實這個是台灣的宿命 很多的泥沙 往下變多移動 不斷的橋樑要加高 甚至重建 都是非常常見的 但是如何讓國家長治久安 我們是不是能夠用我們這一代人的智慧跟經驗 來慢慢讓這些問題解決 其實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責任 但是我們也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像各位喜歡喝的高山茶 在阿里山茶區 是這個樣子 這是我常常告訴我的學生 你每次去看 每次坐飛機去看的時候 每個地 常常會有我們的高山森林被產食精分 這些地方 這一次看來是這些地方新蓋的 但是下一次可能 某一塊地又不見了 其實我們的博主 是這樣在被我們的利用 在利用之中 到最後很多的經濟活動 就慢慢的往高山活動 但是最後變成了 像希波麗的看見台灣眼圈裡面 裡面發現到我們的脆弱環境 其實是靠著這一條條的生命線在維繫 包括像這個阿里山公路 各位可以看到 是柏油路面 但是也可以想像得到 這一條柏油路面的核心脆弱 因為在一個颱風或一個好雨來 就不見了 我們的三條橫貫公路 北橫 中橫 南橫 我不知道各位知道現在通了幾條 各位猜看通了幾條 一條 只有一條 好 一條 就是最多一條半 最近台灣本來大概又完蛋了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環境是非常脆弱 那我們如何去跟大自然挑戰 這是我們必須要去實施的一刻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並沒有太多的本錢 去跟大自然挑戰 就是面對氣候變遷 所以我常用這個例子來說明 我們如何用我們的智慧去面對這個問題 這個是石門水庫的上游 北部洪光公路 公路單位去利用擋土牆 為了修這個公路做了一個擋土牆 擋土牆又封了 又利用這個沙包擋住 那這個可能是在後來叫做生態工房 但是背後是一個老崩塌在上面 剛剛就種了水蜜桃 種了很多的水果蔬菜 然後造成了做了很多的開花 然後等到一定的時間後 這些泥山就全部到水庫裡面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問題 不必利用 所以在面對這樣的一個課題的時候 這些教訓給我們多少的學習的機會 當我們看到我們的高山國土 還持續在開花中 你的知識型的道路 代表了產業道路 代表了另外一條脆弱的生命線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從1980年代開始 就是所謂的新中文公路開始 你會發現公路所及所 就是我們的崩塌地所造的 對 所以這條公路 看到這些網上繞過去的時候 上面就跟著崩 那即使到今天為止 可能各位不知道這條公路 還是千瘡百孔 有一次我半夜開過那個地方 我都覺得石頭隨時要炸到我的感覺 那其實產生非常多的不安全感 但實際上如果白天去看 經過了這麼久 從1980年代到現在30多年 你會發現到這整條公路還是非常脆弱 所以從阿里山到日月潭 本來這是一條最近的道路 不過大陸是被禁止通過的 因為這個地方真的很危險 但是在危險的過程裡面 我們知道上面有個玉山滾山公園 慢慢的去被土地利用做了比較好的管事 可是在下面的這些包括原住民保留地 相當程度的被開花 被甚至當然不是只有原住民朋友 實際上還有我們很多的這些貿然的開花的行為 包括在他的公路 其實在在都對我們的國土做了很大的傷害 所以人類的活動 包括我們對這塊土地的利用 其實在在如果我們沒有比較清楚的認識的話 那我們其實是會覺得有很多桌心見處的地方 那以我們國發會在做的所謂的國家氣候變遷 調適綱領 那大概不是8個面向 但是我覺得這裡面還有一些是沒有談在這裡 這裡面比方說交通管線 在這裡面可能就是包括在微生基金設施 但是如果我們從這幾個角度來看 其實相當程度的涵蓋了我們今天必須面對的課題 那在這個課題裡面 像最近的健康的問題 可能各位不會覺得很明顯 但是今年8月我有機會到美國華盛頓 那個DC去訪問的時候 去拜訪這個NOVA 他們就非常關心我們台灣的登革熱 還有這個MERS 那更早的我們SARS的問題也一直被提出來 因為美國波羅里達已經開始有了登革熱 日本也開始有了登革熱的這個地址 所以這個問題台灣如何面對如何處置 就是再在大家變成國際的課題 大家會非常的關心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也看到整個台灣的發展 水資源 能源問題 糧食問題 再在在這個地方也被關切到 所以如果各位對這個議題有關心的話 那你可能會了解到 我們其實真的必須要花更多的精神在這上面 那我自己也嘗試去思考 如果我們在北部都會區 要去面對這樣的一個氣候變遷的趨勢 跟它影響的時候 很多的指標是必須要被提出來 很認真的去思考 比方說降水 降水或是雨量 剛剛有特別提到極端氣候的雨量 所以它如何造成我們的用水的問題 如何造成我們不足或不均 如果各位還記得我們今年5月以前 台灣實施是呈現漢象 那漢象裡面一水之隔的 石門水庫集水區跟回溯水庫集水區 一個是沒水 一個是充滿水 到底問題在哪裡 可能是另外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更不用講台灣南部有更明顯的 肝乳機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裡面 在在碰到了很多的健康風險的問題 很多的維生管線受損的問題 在在都告訴我們必須要去面對 尤其是在極端氣候的影響之下 北部氣候 北部都會區是一個個案 我們很希望它是變成我們研究的一個開始 很希望它是 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們現在有非常多的氣候變遷的意義 不管是國內 國外 但是以一個多位區來看 跨領域 跨流域 跨行政區的這樣一個界線 可能是我們會更需要去瞭解的 因為實際上過去地方政府在國外的支持之下 也都提出了氣候變遷挑釋計畫 好